那我們現在呢進到這個Blocket的基本層次積木 您進來之後剛好最近改版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長得不大一樣 那左上角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現在這個叫做體驗版 那一進去會有一個教學 你可以把它關閉一下 那您會發現第一個 這個跟我們剛剛用的哪裡不一樣 首先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沒有模擬器那個房子 對不對一樣還是有燒杯 還是有燒杯 但是沒有那個房子 再來這個是模擬器沒有的 也就是老師如果燒杯旁邊這個 有沒有燒杯旁邊這個 如果說老師要測試一下看能不能用 你就不用每次都自己寫 載入範例積木就好 這樣有沒有很偷懶 那您要特別留意一下 這裡跟老師特別說明一下 點這裡跟點這裡不一樣 點這個地方跟點這裡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點的是前面這個A的 它會把範例的積木直接取代掉您現有的 如果你點的是這個V的 是您可以保留自己現在寫的官方的範例加在下面 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您在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我來這邊點 我如果點這個 它有沒有提起你 所以你的積木會怎麼樣 會被取代掉 但是右手邊的就沒有 右手邊這個加號的就是直接就加進來 有沒有就放進來 解決說原本的你的不會蓋掉 它就幫你加在下面 這樣會比較方便大家去用 方便大家用 這是第一個不一樣的 再來您可以發現我們左手邊 這邊有沒有變得好像比較多東西 之前沒有改版之前這邊比較少 這邊比較少 可是您會發現它現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把這些都拿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雲端版的 那個正式版的大致上的編排 就分類它會現在分成這樣子 有分發光的輸出輸入的環境的 無限的跟資料庫 那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互動區 也就是說您右上角這個網頁互動區 稍微你把它打開之後 我們在這邊不是有很多種嗎 然後在標準的跟雲端平台的積木呢 當你選到哪一個 比如說我選到顯示文字 左手邊只會有顯示文字的相關積木 不像我們模擬器全部統統都列出來 所以如果你把燒杯關掉 有沒有那一塊就不見了 對不對 左下錶就不見了 你今天切換到點擊燈泡 只有點擊燈泡的相關機能會列出來 就是這個地方是跟剛剛模擬器不一樣的 您要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